这处位在百福公园里面 百福黎明活动中心旁边的大片草地 就是极有可能成为市政府 设置全市第二座宠物公园的地点 因为在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积极争取下 邀请市政府都发处长谢孝坤 产发处长林鼎超 以及两处的相关主管科长们 一起到这个地点会刊 初步评估可行性很大 因为很多乡亲一直跟我提说 你们家怎么都没做宠物公园 我说有啊 我一定会跟谢市长来提 但是一定要找到适合的地方嘛 那终于找到 我们已经密到这一处 非常适合 这个整个地幕都有查过了 所以也拜托我们产发处处长 一定要积极一点 也希望能够快速一点 让我们这些基隆市的这些乡亲 我们这些毛小孩 有个地方可以跑跑跳跳 这很重要 那这个是在我们百福公园用地 那其实这个部分 我们看的这个场地其实非常适合 因为大家可以看它非常的平淡 那的确现在比较少人使用 那我想未来如果能 我们来规划一个宠物公园的话 那民众在使用上也很方便 那也跟周遭的环境 都有一些缓冲空间是非常适合 那相关的环境包含 刚刚有提醒 包含一些灶民啊 然后排水等等的 那如果后续规划上 我们都会来注意 我们希望可以在这次的追加检计算里面 就把这个规划设计的费用编入 然后因为其实 现在大家很多人都有毛小孩 那我觉得也是谢谢副议长提醒 然后希望可以赶快有第二座的这个宠物公园 在这个百福公园里面 然后我们也会积极地来跟杜发处来合作 然后希望可以在不久的将来 可以看到这个宠物公园来诞生 市政府惨发处方面也将先编列在这里 设置宠物公园的规划评估费用 希望市议会可以支持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似乎 就是 看村 Şimdi